二级的上海滩堪称政治商业黑帮混杂的地方 这其中就有一号人物杜岳生 杜岳生在上海可是皇帝一般的人物 用洋气一点的话就是黑帮教父 他足智多谋不仅有任于黑白两道 在军商政三界都吃得开 可很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第一帮主竟然也缺钱 这句话说出去大概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谁不知道杜岳生的第一主页是黄赌毒 而且公司范围在金融工业甚至报纸教育都有触及到 这哪一个放在任何时期不是日进斗金 杜岳生自从1925年成立三星公司之后 就垄断了法租界的鸦片销售 寄生于上海三大亨的行列 但是你可能不了解杜岳生这个人不仅挣钱厉害 他花钱的本事更是一般人比不了的 要说挣钱是一门本事 那可能杜岳生把花钱也炼成了一门本事 他善于结交各界人士 不论是党国高层还是社会名流 商业巨子都有他的拜把兄弟或者门生弟子 每月都有利盈和金融支出 杜岳生花了半生赚钱 又花了半生算尽钱财 这个人出生在市井 长在黑帮 在繁华的上海滩中遇见成熟 一直是以自己的性子去做事 去做人 不懂事的时候 觉得能赚钱的就是好的 但是真正有了钱之后 却开始思考怎么用好的东西赚钱 至于那些不好的 无论多挣钱 都能被他随手一抛 只知脑后 在放弃了黄赌督这三个行业之后 还保持着一贯爱散财作风的杜岳生 日渐入不复出 但是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变成这样 更不允许人民眼中的他是在走下坡路 于是银行变成了杜岳生日常出入的场所 别人过年的时候 来杜岳生这里领钱 杜岳生则要去银行领钱 幸而 以他杜岳生的名气 借点钱 银行的人还是不敢怠慢的 可是日子久了 杜岳生也渐渐支撑不住 到了1933年过年的时候 已经没有钱让他享受别人对他的戴恩戴德了 那么 这该怎么办呢 你以为这点小事 还能难得住上海滩的大哥大 杜岳生直接去找了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公权 就两个字 借钱 张公权哪敢怠慢 但是也怕说不回这30万的借款 上面怪罪 于是他就向杜岳生要一张房产证作为抵押 杜岳生脑子一转 笑话 我杜岳生在上海滩这么多年是白混的 你说给房产证就给你 这样的话 我杜岳生的面子往哪放 我要借钱 你不同意个试试 但是自从穿上了长衫 他觉得自己也是个讲究人 还不能当面给别人难堪 这有时他杜岳生的风堵 便想了个主意 让手下人拿了张对折的报纸送过去 就说房契在报纸里夹着呢 别管里面有没有 这谁敢打开 你要是打开 就是打他杜岳生的脸 怎么 我堂堂上海滩的土皇帝 还能骗你这点钱 当然 要是有的话还好 要是没有 你可就惨了 这房契他说给你了 就是给你了 既然已经交到你手里 没了房契 你就得赔给我 你以为他杜岳生在上海滩了这么多年 是白混的 我的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